经常看美国电影或者来过美国的朋友 大家不难发现美国有很多胖子 这在中国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为啥美国的肥胖率那么高 其实这和美国的农业是息息相关的 美国的规模化的农业需要一种硬通货 以应对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农产品大幅价格的波动 美国人选择了玉米 如今在食品当中用玉米喂养的牛的肉 加入了玉米的糖浆的面包 用玉米油炸出来的薯条 甚至番茄酱和饮料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玉米糖浆 玉米糖浆把它取代了糖添加的软饮料里面 是美国人饮食中最大的热量来源 短短的20年间 饮料的人均消费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对于美国的中低层人民来说 在经历了一天枯燥的紧张的工作之后 通过这种高脂肪的食物 还有酒精简单的 粗暴的满足了其精神娱乐的需求 似乎是最廉价最省时的这种方式 就像咱们在失恋或者压力大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的摄入更高的这种高糖高脂的食物 从而就导致了肥胖 到头来就导致了肥胖的忧因 深深地根植在美国的底层劳工的这种生存困境中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还是要控制糖分和脂肪的摄入 各位啊 各位啊